Hello 大家好 我是空氣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3M防毒面具的使用心得 我現在用的是6502 我今天分享的是同樣適用於6200系列 6500系列 和7500系列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麼呢? 防毒面具 一般都是要配合濾毒盒去使用 面具的主體 再加濾毒盒 再加濾棉 再加濾棉 再加501的蓋 這樣才是一套的 但是這次疫情 或者對付平時的PM2.5 其實這個濾毒盒 是未必有用的 因為單獨使用511的濾棉 不需要濾毒盒 就足以防護病毒 或者平時的PM2.5 我們就沒有必要 又貴買這個濾毒盒 又重 如果我們不用這個濾毒盒 有什麼辦法固定濾棉呢? 其實3M有一個配件 叫做603乘折座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我拆開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底座 這個底座其實就是 代替了這個濾毒盒 然後直接放在面具上 然後把這個濾棉 和這個濾棉蓋 吸進去 這樣它就已經可以使用了 我這一隻 其實都不是3M原廠的 我這一隻都是各產的副廠牌子 但是我自己在使用上面 覺得密封性都OK的 不會說有漏氣 或者什麼情況 如果大家還可以買到 原廠的603的話 我當然建議大家買原廠的603 直接用這個603乘折座 不用這個濾毒盒的話 它真的會輕很多 而且它的體積都會小很多 戴下去會舒服很多 還有我分享一下這個 6502比6200系列 會有什麼地方好一點 它這個面具主體是用硅膠的 所以戴下去會舒服一點 另外一個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呼吸佛 因為6200系列的呼吸佛 那些風是向下敷出的 就不會直接噴到你前面的人 還有它這裡有個位置 你只要這樣輕輕的抬開 就可以把整個頭帶和面具分離 然後到時清理在上面的水蒸器 還有清理這些位置 是比較方便的 最後我想吐槽一下這個5N1CN 因為我們買的這些都是工業版 就是勞保用品 那它的包裝是真的很簡陋的 你打一個盒子之後 你會直接看到濾綿 這個袋是我自己後備的 如果它原裝是連這個袋都沒有 濾綿是直接在裡面的 這個運輸得不好 浪得太厲害 它在裡面磨擦 有些濾綿其實是磨到會有破損的 那我不知道對這個過濾的效果會有多大影響 你加多一個索妖袋也不用多少成本而已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裡了 如果這條影片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點個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